11月12号 TWINCE以单言人身份出席某商场举办的圣诞节活动 为了增添节日的气氛 主板抱怀牵来了两匹可爱的小马来到现场 只是这两匹马没有见过这么多人的场面 有些紧张 开始随地大小便 而阿乔和阿萨这两位嘉宾刚好经过 不小心中招 踩到马屎 虽然场面有些尴尬 但阿萨表示也算是个好一头 希望自己07年可以赚更多的钱 我台上的田家宾小学的同学 可不可以继续玩到最后机会了 然后我们再给白预告什么记者朋友 有了 十个招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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两个招 对了 大家继续认得上 对了 这一招 不得了 阿萨好招 一马就是很怕 很紧张看到那么多人 然后他们就一边走一边拉 但是我觉得那个背后应该有一个意义 就是 有孕 走运拉 走运拉 我07年应该会赚到 赚到很多钱 因为才到黄金 这个商场也是应该可以赚到钱了 对 遍地黄金 活动当天主办方请到著名的涂鸦大师 现场创作一副吞死的漫画像 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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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好很多 好很多 好了一点点 是 是 是 11月21号是阿萨的生日 是